好就是吞不下去哦 这网路上炮声隆隆的 现在不少人呼吁要聚看韩剧 不用含货 而且还说叫少女时代 现在来道歉都没用了 而现在呢也还有这个市议员 上午了这市议员候选人 到提委会声援杨淑军 当众焚烧韩国国旗 一把火烧尿手中 韩国国旗力挺杨淑军 台湾人火大提委会前 联火抗议 引发警方关注 不管警方上前又拉又扯 这一张又一张的韩国国旗 就是要烧光光 亲民党市议员候选人 大采泡菜和韩国泡面 发动全民抵制韩货 立法越野发起 千人联署声明上街头 为杨淑军而走 为什么亚洲台协 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台湾 有这样子的冲突 跟错误的判权 一而再再而三 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呼吁 我们要站起来 全面的来跟亚洲台协抗争 杨淑军在亚运意外 背叛失格 网友炮声隆隆 有人把我国奥会 晦琪印上怒字表达气愤 还有人自创心字 痛批韩国使奥波 还嗆瞎 现在叫少女时代 出来盗窃都没有用 判决争议难以服众 台湾民众情绪 持续向上沸腾 中天兄黄一群 许家宇SNG小组 台北报道